第十一课 闹钟的危害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我不是催你 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我已经到了 啊 你都到了 这才几点呢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二 你不是说今天有会 要早点去单位吗 怎么还不走 刘总昨天临时有事去上海了 会取消了 根据对话 男的怎么了 三 妈妈 妈妈 你看天鹰的多厉害 这雨肯定小不了 好 下午篮球训练 还能进行吗 现在都是雷震雨 说不定一会儿就停了 妈妈觉得下午的训练 最可能怎样 四 四 真佩服你丈夫 抽了二十多年的烟 说戒就戒了 我也一直想 可到现在也没戒掉 其实很简单 关键就看你有没有决心 关于戒烟 可以知道男的什么情况 五 小区的中心广场 安装了很多健身器 你没事也去锻炼锻炼吧 等我把这集电视剧看完了再说 男的让女的做什么 六 小刘 你帮我看看 这个复印机出什么问题了 印着印着就停了 这个只是灯亮了 就说明没纸了 要重新装纸 关于复印机 下列哪项正确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这两天又失眠了 你说换个枕头会不会好点 也许吧 睡前喝杯牛奶 可以改善睡眠 你试试 昨晚夜 昨晚夜里三点多醒了 想起单位那些头疼的事 就再也没睡着 你要学会放松 别老胡思乱想 男的为什么失眠 八 你说鸵鸟也有翅膀 可为什么不会飞呢 我听说 它们的胸骨太平了 肌肉不够发达 懂得还不少 关键是 它们的羽毛太柔软 翅膀与身体相比过于短小 根本不适合飞行 还是没你懂得多呀 根据对话 鸵鸟不会飞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九 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了 你怎么还用这种老式的功能手机啊 我这个手机的电池 充一次电 能用好几天 你的不行吧 你太落后了 功能机有很多应用用不了 没关系 我只要能打电话 发短信就够了 男的为什么还用老式的功能手机 十 上周五校庆 你怎么没来啊 我在外地出差呢 好多外地同学也来了 都二十年没见了 我们照了好多照片 你不是有我微信吗 赶快给我发几张看看 女的上周五做什么了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我老板送了我两张展览会的门票 周六你有时间吗 是什么展览 今年的国际车展 全球各大厂商的新款车型都有展出 太好了 我正想买车呢 听说买新能源汽车 政府是有很大优惠的 新能源汽车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车展上你可以去咨询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你汽车方面比我懂得多 到时候帮我参谋参谋 没问题 那周六你就在家等我 我开车去接你 十一 说话的两个人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十二 关于车展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近年来 我国小学生的睡眠时间持续减少 80%的学生睡眠时间 达不到每天十小时的国家标准 即使在周末 也有七成以上的学生存在缺教状况 尽管学校采取措施 推迟上学时间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孩子的睡眠时间 但是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 却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 不断给孩子加压 使孩子的睡眠时间不断被挤占 在学习日 过多的课后作业 是抢占孩子睡眠的主要因素 而周末主要是过多的课外补习班 与兴趣班夺去了孩子的睡眠 缺教不仅影响学习 还会导致肥胖影响生长发育 研究发现 与每天睡眠在十小时以上的孩子相比 长期睡眠不足十小时的孩子 变成胖堆的可能性 会增加3.5倍 因此 保证小学生每天十个小时的睡眠 是非常重要的 13.从文中可以知道 缺教对小学生有什么不良影响 14.这段短文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段短文主要是有什么不良影响 14.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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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